飯碗可以算是個明早等一日 傳統的飯碗配料 大部分是肉粽、油條和菜脯 但我站著有一個相當相歡迎的飯碗 基本配料就有七種 加上消費者跟其他人的煮餐 又大又豐富的飯碗 讓大家有好心情 人都叫幾乎的客人 在族米的頂端不斷放各市各行的配料 真的很看近年有七種配料 除了一般常常有的油條、肉粽 各家生菜、肉粽、肉粽、肉粽 配料部分基本上是花生粉、菜酥 還有菜脯、酸菜、豆皮、乳蛋、油條 再加上主菜部分有肉鬆、叉燒 還有玉米、還有鹹蛋 這個部分都口味很多變化 如果飯完大後配料又豐富 消費者還可以任何酸白粒 會加上紫米 而且煮菜三條也最多的豆丸 包括很多女孩跟她的起司 也是很白本丸記憶 那邊的飯糰就是它很粒粒分明 然後它的油條就是它都現包的 所以它油條包下去吃的時候都會口感很脆 對然後它的叉燒是沒有肥肉 就是它吃起來口感很好吃 就是很特別就是這裡的就是有起司的飯糰 所以我很喜歡吃這邊的飯糰 幾乎會來拜託沒飯完 除了自己愛吃、愛料理以外 也是希望改變過去的工種形態 讓客人吃到家裡 自己做到歡喜 一般人早上出門的話 那能夠盡量吃飽一點上班 那他上學或上班 然後會比較有精神 那我們的量會稍微多 而且我另外有紫米跟白米的口味 那我們加紫米是沒有另外加價格的 國定專行 大家也都上東的志祺 除了太太有營就來幫忙 把社價口的女孩 還請主幫爸爸社價logo 因為這邊的客群都算有點年輕的客群 然後想要設計一個可愛的造型 然後給爸爸這樣子 然後上面那個點點呢 一開始我是想說 因為飯糰就圓圓的 所以我才頭上才放那麼多點點這樣 因為自己不愛吃多一名的食物 所以不準備太多食材 每天六點八蛋 每天九點八就沒完 想要吃飯完的民眾要飽時間 記者先祝林金爐三重彩虹佈兜 好